好,我們今次繼續講到 處理這些問題才能勝過罪和軟弱 因為很多基督徒總是覺得 為什麼這麼沒力量,這麼容易犯罪 為什麼這麼多軟弱的呢 原因是因為我們生命裡頭有 很多不同錯誤的問題 有些問題正在影響我們 我們之前已經說了熟悉價值觀 要看重錢,要別人稱讚 要比人厲害 看重是要結婚 很多人認為要結婚才行,不結婚就不行 他的熟悉價值觀就影響過人 以及傷害,被人罵過傷害就沒有清理 怎樣清理呢? 就是說有神的愛和人傷害已經成為過去了 是以前的事 我永遠撿住我就永遠都出不來 但是我放手,不要緊的,不能死的 他以前罵過我,我不介意就可以脫離 這件事其實可以說是很簡單 但是很多人也覺得很困難 這是需要刻意地處理的 想回一些傷害的事情 比如以往不開心的事情 馬上有些傷害,不開心 即是裡面有些事情還沒清理 或者被人影響 即是人家說什麼話,馬上整個都倒了 我們學習 其實我們明白人都是有罪的 人會傷害人,所以不用那麼緊張 自卑,覺得自己沒有用 即是自己好像不及於人 人家比我更厲害 人家讀書比我更厲害 賺錢比我更多 但是其實在神裡面 神簡選那些軟弱的 叫那些剛強的羞愧 神簡選餘絕的 叫那些智慧的羞愧 即是神可以使用軟弱和餘絕的人 神可以祝福我們 這次我們就會說到孤單感 即是怎樣孤單感會影響我們 為什麼好像孤單感這件事 為什麼會影響呢 其實很多人做一些不理智的事 就是因為很悶 很沒心機 很想任何事情有些刺激 任何人相處,令他開心一點 他就會抓緊 所以變成他會被這個世界影響 這件事尤其是年輕人更加重要 即是年輕人因為要入群 入群的時候 那些朋友要做朋友的事 那些朋友才接立他 所以就很看重 那些朋友怎樣看我 那些朋友有沒有接立我 但是到年長 都是一樣有我們各樣的問題 到成年到年長的時候 都是會因為孤單感 所以我們怎樣能夠獨處 這件事很多人不能夠獨處 一個人獨處就會覺得很不開心 很孤單 那我們學習就是獨處 我都能夠很平安、輕省的 很開心、很滿足的 那有些人真的覺得很難很難 因為他跟神關係不好 變成一個人 經常都要拔著人 沒有人的時候 覺得孤單感 就覺得有問題 所以我們首先就是說 我們跟神關係好 隨時祈禱可以經歷神 這個是禮物來的 我們在我們聚會的最後部分 都有祈禱、經歷神 我們很多人都有經歷喜樂 經歷力量 一祈禱即便感受到神的同在 這件事是很大的幫助 為甚麼呢? 我們一祈禱知道神和我一起 於是便沒有孤單感 我曾經去宣教的時候 曾經有一次是比較誇張的 他就跟我說 飛機有問題 要等十個小時才可以接駁飛機 但我聽到我是不怕的 我就是那個時間 我就可以用來祈禱 我亦都很多次去非洲 中間是停幾個小時的 除了睡覺 我有的時間 我很多時候就是祈禱了 因為我祈禱是隨時得力 所以我任何時間都不怕的 甚至有一天要受迫伯 要抓去坐牢 很多人就會覺得很慘 又怕死了 不知何時會打我 何時會做一些不好的事 亦都很悶 整天坐在那裡 但我們有神的同在就不同了 我們有神的同在 隨時一祈禱 立即平安興省 亦都知道神真的和我一起 神真的祝福 我們就會沒有那麼受那些人 即是孤單的影響 所以我希望大家都能夠 靠耶穌在這方面處理 有孤單感的人 他會容易犯什麼罪呢 他會抓緊任何的朋友 即任何人 願意被他抓緊 他都會抓緊 令到人窒息 其實如果大家看網上的影片 有時的新聞 都有說到有些人 他就認識一個不好的男朋友 即是有很多問題 人人都勸他要離開 他自己都想離開 但男朋友又求他 又說你不和我一起 我就自殺了 我真的死給你看 即是用很多這些說話 一方面就是那個男的 就要抓緊他 即是那個男的有一種孤單感 而那個女的 亦都要抓緊那個男的 即是要有那個男的 他才有安全感 雖然是 那麼久都發覺有問題 我還記得那時候 在以前的教會 那時候我還未聖年充滿 那些教友 整體上 那個靈命是不強的 即是我真的發覺 即使是教導很多 但他們都是不強 因為他們好像覺得神很軟 那時候有一個男生 他就和一個女朋友一起 所有的教友和這個女朋友 他這個女朋友相處 都全部說勸他 你不要和這個人一起 因為他和任何人相處都有問題 都令到人很不開心 這個人以後一生真的很難 我和這個男生聊天 為什麼呢? 他都說要離開 不過總是不能離開 總是不能和他分開 為什麼呢? 一方面他孤單感 一方面就好像覺得 我虧欠他 其實呢 戀愛就是要找出 到底我們是否適合結婚 如果戀愛的時候 都發覺有問題 那你還要不放手 就越久就越難放手 即是越短時間 譬如一個月結識了一個月 發覺有問題的時候 分手比結識了五年 五年才說分手 是難很多的 所以這個呢 都是我們需要有智慧處理生命 但是很多人就沒有這個智慧 他就覺得呢 唉我都是 唉很難放手的 那就隨意的 繼續下去 繼續被那個人影響了 那麼 在這裡說到就是說 當人孤單的時候 他會抓緊任何的朋友 也都令到那些朋友窒息 有些什麼人會跟他繼續相處呢 一種呢 就真的很有愛心 內心幫助他 另一種呢 就是那些人呢 自己都很孤單的 所以呢 他抓得很緊 他都是一樣跟他一起 但是其實那個關係呢 是窒息的 是令人窒息 那麼也都跟這樣的人結婚呢 是 那個婚一是不會好的 其實任何人想結婚呢 一定是需要處理生命 如果沒有處理生命 他整天都孤單 整天都抓緊對方 你又去了哪裡啊 為什麼我找不到你 每天都要找 你去了哪裡啊 為什麼我找不到你啊 為什麼你沒有回覆我 WhatsApp 可能那個人很磨 但是他總是要對方快點回覆他 因為他很沒有安全感 每天都是這樣的時候 每天都是這樣的時候 是有很大的壓力 也都有很多問題的 因為孤單的人 也都有另一個問題 很容易懷疑人的 就是說 你當然是 你又認識了另一個女生 你當然是又不知道做什麼 你當然是不喜歡我 你當然是看小我 其實這個孤單感 可以造成整個生命的問題 所以他整個生命 都是破碎 都是不開心 很需要觸實人的 亦都更加容易犯罪 就是說什麼人 所以有時有些黑社會的人 就專門找這些人 因為他很孤單 找他做一些這樣的事 你這樣做完 我又給你多少次 他有人這樣用他 他又覺得好像有價值一點 令到人容易被人吸引去犯罪 做一些不好的事情 孤單感的人都會被娛樂控制 就是看電影、色情 為什麼那麼多人被色情控制 因為他很悶 他好像沒有朋友 所以他經常都要找些來刺激 也會容易喝酒、吸毒 就是整個生命浪費 是被娛樂控制的 然後第三就是心靈空虛 經常都覺得做人很慘 很孤單、很不開心 那時候我都見過有時候 跟家長、跟小朋友在一起 那些小朋友經常說什麼 很悶啊 很悶啊 這個父母也不懂得教他 怎樣能夠自處 能夠自己有開心、有平安 就不用整天都在悶 他經常都悶的時候 這些小朋友大的時候 他願意跟他在一起的朋友 他都會捉緊 任何活動讓他有些滿足都會捉緊 為什麼這麼多人一成長之後 就會有吸毒、和那些人一起喝酒 做一些不好的事 因為他裡面是很空虛的 所以我們基督徒都要學習 我們怎樣能夠自處 能夠有平安、興省的 還有孤單感的人容易重複犯罪 因為他難以控制自己 因為他人很不由自主 是失控的 原來孤單感都會造成問題 其實我們人生裡任何問題 我說到那幾樣 其實不是所有的問題 只是其中一些 不過讓大家去反思一下 原來就算孤單感 很多人覺得孤單人 一個人當然會孤單 沒有朋友一起 當然會孤單 這是一個謊言 不是一個人一定孤單 我自己 其實我歡喜 有自己的時間在做 我實在有太多事情可以做 太多事情可以做 就算沒有人一起 就算沒有事做也好 譬如我們現在來說 要有電腦才能做到事情 很多事情 就算沒有電腦 我的時間可以用來等候神 愛神 有很多人來說 就覺得很悶 很悶 很悶 怎麼可以祈禱這麼久 但是我真的看到神是這麼真實 所以經歷聖年充滿是很大的幫助 我知道聖年充滿是很有幫助的 即是我們見過不同款的人 今天這個弟兄我們幫助他 以前真的很多款的人 來找我們幫助 我們都幫助過 所以我見慣了 見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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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何情況我都知道 耶穌能幫助的 什麼情況 無論他是 哪一類的情況 情緒 他的孤單 苦毒 怨恨 受傷 什麼情況都好 耶穌都能幫助 在我以前來說 我真的覺得很難 以前來說 那時候 我們以前有個牧師 一起侍奉 他很有愛心 他很愛心 很多人找他 不過很多都是聚酒佬 一些很失落的人 無業的人 無家可歸的人 經常找他這些人 他很多時候又給錢 所以那些人經常回來找他 但那些人的生命很多時候是沒有重建 有些人看到我 又找我了 又找我了 我就教他聖經 和祈禱 但之後 我也不知道他做什麼 他將來回來又是差不多這樣 但現在很大分別 我和他祈禱 神就賞賜你的生命 我讓他看到的時候 他的心有動力 更加知道信耶穌不只是回教堂 因為很多人的心態是 信耶穌就是回教堂 坐在那裡聽道 覺得很悶 不斷地聽道 因為他跟神關係不好 所以覺得聽道是悶的 但如果我們有神的生命 就會覺得神是好的 我喜歡聽神的道 但以前我真的幫不了他們 當然都是一樣有些人 生命真的被提升是有的 不過屬於少數 但現在那些願意繼續參與聚會的人 都繼續受訓練 雖然有很多是 因為你們屬於不同教會 我們是一個公開聚會 於是有些人 他在我們學園 他回到教會使用 有時經過很久之後 接觸到他 他都是被神使用的 他雖然沒有繼續回來 但我都歡喜 因為我在他生命之中 能夠改變他 所以我希望大家都知道 我們生命可以被提升 不要停留在一個 經常都孤單 沒有作為的狀態 而是被神使用 我們中間有人在這樣的情況 很想帶來醫治祝福 好了 處理孤單感和過度依賴人 就是神的同在是很重要的 詩篇139篇第5節 你在我前後環繞我 按手在我身上 神經常跟我們在一起 但有些人就說 你讚美敬拜的時候 你就說 耶穌你在這裏 多謝天父 多謝天父 有些人就說 你怎知道耶穌在這裏 但耶穌說了 你償在我裏面 我又償在你裏面 這個人就多結果 神是答應跟我們在一起的 這個經驗也答應 祂跟我們在一起 祂在我們前後環繞我們 按手在我們身上 祂時時跟我們在一起 祂時時加力給我們 而我們真的祈禱 經歷到祂的能力 祈禱 那就是神經歷到神的同在 其實由我經歷四年充滿開始 已經是很大的幫助 我1998年 安卡羅布魯街 阿根廷來到香港 為我按手祈禱 我經歷了很大的愛 我就說 可以經歷神的大愛 真是好 我就很多時間祈禱 從1999年 一年之後 他又再回來 在那一年 我就參與做服侍隊 我們看到很多人 即是他兩個兩個一個 來幫助一個人 在一個房間裡 說真的奇形怪狀 甚麼都看到 有些那些動作是很古怪的 有些是邪靈那些 真是很古怪的動作 有些是要幾個人 一個人稱一隻手 一隻腳 四個人把他帶進去 這麼嚴重的狀況 我就看親眼見這個情況 我同一個人祈禱 我們兩個人一起祈禱 然後他看到天使 他看到耶穌 他又看到天使在他周圍 他很開心 在我當時來說 真的很震驚 很震撼 很震撼 以前從未試過 跟別人祈禱 會有這些事情發生 當時在教會裏 有很多不同的人 要是經歷了很久 釋放 有趕邪靈 當時我初期還未知道是趕邪靈 因為有年輕人進來教會 我跟他祈禱 整個硬了 整個硬了 跌了在地上 我扶著他放在地上 後來我便知道 這種情況 奇了土 他硬了 那種是邪靈 也有些是蒙蔽 即是弟兄有蒙蔽 我試過在網上有一個人 如何蒙蔽 我奉耶穌明 只是趕邪靈 他立刻 整個人好像睡了 好像有點相似 整個人睡了 睡了 睡了 但他聽到我說話 他聽到我說話 但他不能夠回答 他沒有反應 我便說 你在你的心裡 不斷地叫耶穌 在心裡求耶穌 他真的這樣做 後來就好些了 他一看見我 就整個人暈倒了 但他有知覺 聽到我說話 所以我習慣不怕 後來他見到我 因為我看著他眼珠 他就說 我看到一塊黑的布 是黑色的 最初整個人好像暈倒了 第二個是怎樣 是有一個黑布遮住 我便奉耶穌明 把蒙蔽的人拿走 這個蒙蔽 邪靈的蒙蔽 我也是很真實的經歷 因為很多人 我跟他祈禱 他就說 見到我很蒙茶茶的樣子 我亦都見到他 有些情況我看到他蒙茶茶 即是怎樣呢 好像 好像 好像中間有些精器 那些東西 他不是精器 好像有東西隔著 那個人的樣子好像蒙了 我真的跟他祈禱 為甚麼他蒙了呢 我亦都跟一些人祈禱 他沒有其他彰顯 他只有一個彰顯 就是他看過的眼睛是蒙的 這也是其中一個彰顯之一 但這些我以前從來未試過有這樣的情況 但後來跟他趕完邪靈 他整個人鬆了 和整個人好起來 喜樂平安有動力 並且給神使用 我希望大家在這裏在座的每一個 都願意給神使用 其中一個我去到 因為有一次我去到 在一個聚會 就有一個人介紹另一個牧師 他就兩個聊天 我認識一個傳道 他認識另一個傳道 然後另一個傳道就說 教堂有一個人帶了一些偶像 他家人帶了偶像回家 結果他就整天見到邪靈 於是他就說 我要找一個出名的牧師去趕邪靈 我說你找他 有時間都找不到 我今天可以和你去 我當日和他去 和他去趕邪靈 本來醫生就說他要入精神病院 但後來醫生就說不用了 現在你可以出院了 只要有人陪著他就可以了 然後當時有一個女生 那種彰影也很強的 我和他祈禱 他最初是很喜樂的 他祈禱 開心笑得不得了 但後來就哭得不得了 哭得怎樣 那些筋 頸、臉 全都紅了 那些筋都燃了出來 我和他講邪靈 我叫他吹氣 那次我發現 他有很緊 一吹 鬆了 那些紅色又沒有了 然後又再紅了 又再跟他說 後來這個人 他又更加全心跟從耶穌 並且後來做了宣教事 這是一些很奇妙的經歷 讓我看到神真的和我們一起 神真的和我們一起 神的作為是很大很大 我在網上拍了很多不同的影片 當時的人經歷聖靈 所以我很知道神在我們周圍 我每一次祈禱的時候 我感受到聖靈的臨在 哈利路亞 我知道神和我一起 所以我經常和神聊天 多謝耶穌 多謝天父 多謝耶穌 哈利路亞 這樣我永遠都不孤單 這就是一個鎖匙 我希望大家 都是有這個心 其實做人 很多人都孤單 為什麼呢 你周圍的人 可能是最陌生的人 為什麼呢 因為你和他相處 好像不認識他 好像他的生命 你不了解他 所以你好像很難認識他 但是當你有聖靈充滿的時候 你第一能夠幫人衝破他的問題 你更加幫到他祈禱 他釋放到 他更加會信耶穌的機會 高很多 你也可以幫助他 和你的關係更加好 所以經歷聖靈之後 你自己有神同在 亦都我們能夠幫助別人 變成他們和我的關係更加好 變成有神的關係 亦都有人的關係 這裡說到 神在我們前後還以我按手 按手即是祝福的意思 按手在我們身上 我們祈禱也可以這樣 耶穌幫我按手 心裡面相信 耶穌你現在幫我按手 你可以感受力量 我這一陣子 耶穌你幫我按手 我真的感受力量 我也希望大家有這種信心 其實這是信心 不是幻覺 是信心 我相信耶穌現在很想祝福我 祂在這裡按手在我身上 然後詩篇十六篇第八節 我將耶穌常擺在我面前 恩他藏在我右邊 我面不知遙動 我將神擺在我前面 祂就經常在我右邊 經常和我一起 我就不知遙動 祂經常陪我一起 接著下一節就是 因此我的心寬理 我的靈快樂 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 整個人 時時都有神的陪伴 這樣就不會孤單 這樣的時候就不會孤單 多困難都好 就算將來大災難都不會孤單 其實大災難的日子是很近的 末期是很近的 有沒有發覺今年的天氣已經轉得很熱 並且呢 我太太昨天看到的天氣報告那裡說到 預測 她說會去到有地方三十七、三十九度 哇 香港真的沒聽過有三十九度這件事 她說到在新界北區是會有三十九度 這個熱的情況是越來越嚴重 全世界都越來越嚴重 就好像聖經所說 在末期的那個天氣會變得很熱 這個就是耶穌快要回來的時候 所以我們自己就說 神啊你幫我靠著耶穌得勝 因為耶穌回來的日子近了 是很快耶穌就回來 所以我們就時時有神的同在 發揮生命 我希望我們每一個參加的人 都被神醫治而由生命發揮 所以時時有神的陪伴 就不再是依賴人了 因為我們知道 人其實不能夠真的滿足我們 也都依賴人是令人走的 其中有人說到一件事 就是 如果你經常抓緊你的朋友 你的朋友是會走的 那種抓緊就是說 為何你昨天不找我 為何你不陪我 為何你走去哪裏 為何我收不到你的信息 如果凡這些抓緊 是會令到他覺得很受壓迫 他會想走的 你的朋友會離開你 即使他不離開 他的心覺得很厭煩 所以我希望大家 不是去依賴人 我們去祝福人 那些人就會寬理你 就會寬理跟你一起 所以我們有神同在 我們就不會受人影響了 而經歷聖靈是會幫助我們 可以沒有這種孤單感 除去這種孤單感 就是我們祈禱 我們明白 就是我們可以經歷神的同在 我們可以經歷 你怎樣知道神的同在呢 經歷平安 你祈禱的時候經歷平安 輕省 整個人都鬆了 哈利路亞 有時候有些人會覺得暈 因為神的能力 神的能力臨在 有些人會覺得飄飄下 會覺得暈 都是神的同在、臨在 但有時候人有斜靈 趕斜靈 也會令聖靈 令到那個人暈 為甚麼呢 聖靈將那些斜靈去趕的時候 聖靈的存在加強 加強的時候 這個人可能會覺得飄 會覺得暈 輕省 然後到飄 到暈暈 好像暈暈 暈暈 好像喝醉 我試過一次 和一個吸毒的人祈禱 他跟我說 他說你和我祈禱 更舒服 吸毒 吸毒的時候 那些吸毒的人很想飄 我們一祈禱 但我不是像喝酒那樣飄 不過他來說 他的經歷就是飄 那種 好像喝酒那種飄 吸毒那種飄 但我來說 我真的是飄飄然 但就不像他那種 我自己也試過 我和別人祈禱 他經歷強 我自己就飄得強一點 我自己也看到他飄著飄 我剛才的特英都有 看到他飄著飄著飄著 輕省 然後強烈飄 然後愛 其實這個禮物很好 為什麼這麼多人 願意被人欺騙 希望大家現在小心 網上叫你按什麼按鈕 那些不要按 不要按 因為你周時一按 他就可以拿到你手機的資料 在網上也是 其實沒有那麼大的甲 隨街跳 沒有說 我要送你多少錢 那些你不要相信 但是為什麼有些女人 多數女人 有時候男人都有 為什麼那些女人 會相信那個男人 我看到你 就心花露放 我看到你 就暈了一會 我真的很想 我聽到你的聲音 真的很甜蜜 說得太誇張的時候 你也知道 也不是真的 但有些人就會入了圈套 為什麼他缺乏愛 有個人愛他 他覺得這個真的是 全世界都沒有的 但是我們有神愛 還有基督徒才是真愛 基督徒的愛 是有關心 是有幫助的 是會體貼的 但是世人那種 那男性和女性說 我愛你 他的愛是什麼意思 我想要擁有你 我想要霸佔你 我想你做我想做的事 這個他愛的意思 不是說我真的愛你 我真的給好東西給你 當然有好的婚姻 是可以是愛 真的想祝福對方 但是很多婚姻未必是 所以我們都學習 在我們夫妻的關係上 我們真的說我願意祝福你 令你開心快活的 而我越祈禱 神的愛就越大 真的可以經歷 多謝耶穌 是可以經歷 喜樂加上愛的 我現在祈禱 是喜樂加上愛 是任何人都可以的 所以我希望大家學習 整個人投入 你越有神的愛 你就越不孤單 所以經歷聖靈 是令我們不孤單的 還有心靈醫治 為何這麼孤單 因為他需要心靈醫治 心靈憂傷 所以有很多傷心 也有些人是邪靈的搞妖 邪靈搞妖 最嚴重的就是 他不懂得說耶穌的名字 而且奉耶穌名趕邪靈 他即時 這一句 奉耶穌名趕邪靈的時候 即時他有反應 這是第一個反應 就是趕邪靈的時候的反應 但有時有些人就是蒙蔽 有時有些人身體反應很強 有時有些人失了知覺 這些不同的反應 我們知道可能他身上有邪靈 也有些人在祈禱 是沒有辦法專心的 這也可以是邪靈的影響 還有我們可以為人按手 可以經歷到神的安慰、醫治、釋放 和平安、舒服 和喜樂 開心 真的喜樂 真的可以臨在 我們中間也有很多人 是有經歷喜樂的 希望我們保持 就時時喜樂 身體舒服 即時整個人輕飄飄 所以神跟你在一起 多謝耶穌 我真的覺得一種能力 聚落在我身上 多謝耶穌 神的能力聚落在我身上 是很平安、很舒服的 亦都醫治失眠 能夠安然躺下睡覺 還有能力 所以我們知道 我們越親近神 奉耶穌的名 沒有理由邪靈來 但有些人會說 你欣著 你這樣求 欣著求邪靈來 我們奉耶穌的名 你想肯定 我奉創造 奉創造天父的名 拯救世人的耶穌的名 以及聖父聖子 差遣來的聖靈的名 我奉耶穌的聖名 聖父聖子聖靈的名 呼求神臨在我身上 呼求聖靈臨在我身上 那沒有理由邪靈來 你奉聖父聖子聖靈的名 反而邪靈來 先過耶穌的名 沒有理由 所以這個是一個 令到很多人 蒙蔽 他們就不知道 經歷聖靈的好處 經歷聖靈有什麼好處 真的會隨時經歷神的同在 隨時得力 亦都為人祈禱 那些人經歷到神的同在 生命容易改變 而且事奉有能力 看著人生命改變 興起他們服侍 他們都帶著神的能力 可以祝福人 所以我希望我們每一個 都被聖靈更新 然後我們出去用 出去用的時候 你發覺人被改變 你就說 我改變一個人 神都這麼歡喜 何況我一生 其實一生改變很多人 我鼓勵大家 把你的影片放在網上 還有一些見證放在網上 如果你最初怕 你可以把我的電話放在那裡 然後他來找我 我亦都告訴他 這個就是作見證的人 當你這樣的時候 你將來祝福很多人 其實一個月祝福一個人 或者以上並不是很難的 你慢慢也都發覺 神會給你一些恩賜 神會給你一些恩賜 你會發覺你會有能力發揮出來 那你的生命就很豐盛了 將來去到天堂 有一大堆人歡迎你 他們全部都說 是你幫過我的 你祝福過我的 所以我希望大家 都不要覺得自己很平凡 我們不平凡的 我們本來平凡 變得不平凡 這個知覺倫有什麼幫助呢 就是幫助我們衝破這個孤單感 這個溝通上 首先是知覺 知覺自己的內心世界 然後跟別人分享 其實兩個人 我用兩個手代表兩個人 其實某程度上是好像荒島 人與人之間是好像荒島 直至到我們溝通 如果你和一個人一起 譬如有些人和丈夫一起 就是結婚 兩個人都不聊天 真的好像荒島 都不知道他在想什麼 都不知道他在想什麼 和他發生什麼事 都不知道 但是當他知覺這件事 而說出來 我們就知道這個人的內心世界 那這幾件事是什麼 由左邊數起 I do 即是我的行動 即是我們溝通 第一件事就是行動 這件事我們都可以教導子女 或者我們的家人 譬如很簡單 你今天出街做什麼 你見到什麼 你跟誰說過 有發生過什麼事情 這些都是我們可以聊天說的內容 但有些人就不懂得跟別人溝通 第一件事溝通 做過什麼 見過什麼是很容易的 第二就是I sense 我察覺到了 上面那裡我察覺到了 我看到什麼 我聽到什麼 我聞到什麼 你媽媽煮菜 我聞到很香 你告訴他 他也會開心 其實我們日常生活 你有沒有發覺外面那些 花的香味 那些草的味 那些周圍的空氣的味 你聞一下是舒服的 海灘的那些鹽味 都是舒服的 吃那些食物 還沒吃之前 聞一聞 是舒服的 這都是我們整個人的 擦覺不同的東西 而擦覺不同的東西 告訴別人 是令人開心的 譬如說 我看到你笑 我就開心了 我看到你笑 我看到你笑 我就開心了 我看到你有反應 我看到你看著我 你的眼睛看著我 我看到你的眼睛有神 我就開心了 這個就是開始溝通 但有很多人 是不懂得去溝通這些東西 即是他看到一些東西 他不懂得跟別人說 結果他就很 即是好像一個自閉的情況 跟別人的關係沒有 那我們怎樣更加有朋友 今天這裡說的溝通是很重要的 我們可以跟別人說到這些事 有些人溝通只是說什麼 就是我怎樣慘 我很淒涼 就只是我發生的事 和他的感覺 他的感受 其實我們整個人都可以分享 我們看到的東西 聽到的 感覺到的東西 摸到的東西 都可以分享 即是你的手很軟熟 那件衣服很滑 這些我們都可以告訴別人 我認為 認為包括我們的信念 和我們相信的東西 即是我們譬如說 我 任何東西 即是我相信 譬如說 我覺得你是一個很正直的人 這個就是 認為 即是思想上認為 因為我觀察你這麼久 你和別人聊天 和幫別人 你是很正直的 我認為你是一個正直的人 我覺得耶穌真的是幫到我們的 我經歷到耶穌 我知道耶穌 知道是 看看知道屬於什麼 知道也是認為的 知道就是很肯定 很肯定覺得那件事是真實 因為基於我經歷 所以我知道 所以有人問我 你是不是信耶穌 我是 我信耶穌 而且我知道神是真的 因為我肯定祂是真 我經歷到祂 我感受到神 然後我經歷到祂 所以我覺得神是很真實的 我是知道祂很真實 然後就是 I feel 就是我們說過 feel 包括什麼 我看看下一張 是不是先 不是這裡 就是I feel可以包括什麼 就是有幾個英文字會幫助我們 Glad Said Made Afraid Ashame Hurt 就是開心 Glad Said 悠仇 悠傷 Glad Said Made 憤怒 Afraid 懼怕 Ashame 羞恥或者內疚 這些就是我們內心的感受 即是有些事情發生的時候 我內心裡面覺得開心 很多人的感受 只是懂得說開心不開心 我們可以說多些 好興奮 出乎意料之外 我真的見到你笑的時候 我覺得跟你一起很舒服 這些都是一些 用不同的字眼去表達我們的感受 我們都可以在網上去找的 一些感情的字眼 去充實自己 亦都留意自己的感受 有些人的感受是怎樣 一天都是很苦惱 很煩惱 你知覺是有用的 知覺原來自己是苦惱 就會開始找方法解決 如果都不知道 只是知道 只是覺得人生就是這樣 有些人 有些人就是這樣 日日就是 很煩 很悶 但是 只是覺得這件事 是不能夠擺脫的 但是我們知道 我今天有些不正常 今天很悶 今天很煩 很激氣 我知道 我現在知道 我內心 有些情緒正在發生 那我這個情緒 為什麼這樣呢 因為我想回以前的事 因為我想回那個人怎樣壞 我想回他怎樣害我 於是我的心就不開心 我知道 那我就開始去化解 他以前做的事已經過去了 這個人我都沒有跟他相處 就算他現在相處 我都可以不用放在心上 我不用介意的 我就放手了 我就學習處理 就是我知道我的感受 我們日常知道自己的感受 我就更加能夠處理 那我自己有時就發覺到自己 咦 為什麼有些不開心呢 就可能 譬如有些教友想幫助 就幫助不了 那我就說 我都盡力了 那我已經盡力了 努力了 其實我已經盡了責任 他聽不聽說是他的責任 那我會繼續幫他 不過我不用因為他不改變而受影響 那我就會告訴自己 我繼續為他討告 但我可以輕輕鬆鬆 即任何一個人我幫 我都不會因為他而 哎呀 很煩 怎麼辦 他怎麼搞 他這麼難出到這個問題 搞來搞都搞不到 我不會這樣背著 我們也沒有責任去背著 有時有些人會說 那個是我的兒子、我的女兒 很難不是這樣的 就算他是你的兒子、你的女兒 神方必 你的心中有父愛、有母愛是好的 不過他是另一個人 他不是你 你勸他 你聽話 你幹什麼 他不聽 他做了一些不好的事 那你揹緊他 你一輩子都做不到開心的人 所以我們沒有責任 揹著我們的兒女 但我們可以幫他 但幫他的時候 我們都說 我盡力了 那我就放手了 如果不是 你的兒女不聽話 其實這件事你改變不到 有時有些兒女真的很不聽話 那你一輩子都被他影響 你一輩子都很苦 所以我們就學習 而且我感受到 我揹著他的擔子 我覺得很重 如果你覺得很重 所以我們留意一下我們的內心 我覺得很重 我覺得很煩 很沒有出路 很不開心 很激氣 很憤怒 很想報復 很想I want 就是另一個 很想報復 這些都是我們內心裡發生的事 我們知覺到 由I want 我想要什麼 我想得到什麼 有時兩夫妻吵架 然後有一個輔導 就跟他太太說 你想什麼 你想他做什麼 他說我想他向我道歉 我會馬上跟那個男人說 你向他道歉 他便可以說出我想 但他兩個爭取的時候 他不會的 他只是說你很壞 你什麼 你做了很多不好的 他只是慢慢注目 在那些不好的地方 他始終出不來 有時我們說我們想 還有我知道我們想什麼 我們有時內心不開心 為什麼呢 很想做一件事 但是做不到 很想 譬如那件事你喜歡玩的 你總是玩不到 很想買 但是買不到 我們知道 原來我是想買 所以買不到 所以不開心 我想做 但是做不到 所以不開心 我知道的時候 我就懂得調教我的內心 是不是我買不到 我就永遠不開心 我們去發掘自己 那這個知覺內心有什麼 知覺自己內心世界 我知覺我現在在做什麼 有些人連自己做什麼都不知道 他跟人罵架 他不知道自己罵架 他只是覺得那個人壞 我就要罵他 他不知道自己是被這個人影響 所以他在罵架 第二 他感受他看到的東西 他看到人的表情 他不知道他很不開心 他看不到他這個人受傷 不開心 他看不到 察覺不到 我覺得 有些人不知道他的信念 以及他不知道為什麼他這樣相信 譬如有些人 他有一個政治的看法 真的問他 他是不太知道為什麼的 或者他有些看法 為什麼他不喜歡那個人呢 因為他做過某些事 那是不是這個人完全沒有可取的地方 不是的 不過他一直都是這樣 覺得這個人很壞 所以我一直生氣他 那他不知覺 有時候我們都想一下自己 為什麼我不喜歡這個人 為什麼呢 是因為我覺得他什麼不好呢 是不是他不好 以至我應該不喜歡他呢 那我們就可以知道可以調教了 那以後呢 I feel 就是我內心的感受 其實我們內心的感受 是時時刻的改變的 譬如就算很簡單 就是有些冷氣 冷的那樣 那你身體有感覺 但是你的心靈會有感受 那些冷氣這麼厲害的 哎呀真的不開心 什麼時候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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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這樣想的 或者有時候很熱 哎呀很熱 接著又會有情緒的反應 任何事情我們都有情緒的反應 我們見到一個人 可能會很歡喜 也都有時候覺得 有些不喜歡 是我們隨時隨地 我們是很多混雜的感覺 隨時隨地發生 有很多人就是怎樣 混雜什麼感覺呢 在整天都說 哎呀好煩啊 好多事情做啊 好不開心啊 好激氣啊 好怒吵啊 好不能夠做到自己想要 做的事不如意啊 在心裡面裝滿了這些感受 整天都是這樣 一天吃這麼多垃圾 你說心怎麼會開心呢 但是我來說呢 我是怎樣呢 我每天都說 我有神這麼好 我有太太這麼好 我有神給我的恩賜 有機會祝福人 我幫過這麼多人 我神又喜悅我做的事 神現在跟我一起 我祈禱祂跟我一起 我有很多原因開心 所以我經常都告訴自己 我有很多原因開心 哈利利亞感受耶穌 那我整天的情緒 在一個平安喜樂的狀態 那人就享受生命 也都享受侍奉 就算很多基督徒在我們祈禱 笑 哈哈哈哈 但回去不是哈哈哈哈 回去呢 看到家人呢 就煩惱了 有時候呢 他不是做了些什麼 不過因為他煩開了 所以就會煩 因為看到那個老公呢 以前都是令到自己不開心 今天看到他又是不開心 有時候呢 這些不自覺的煩惱就會走出來 那我們知覺了 我們就可以處理了 好了 另外可以溝通 但我想跟大家說 溝通是要看別人的 你是不是認識一個人 就說我生氣那個人 那你就會破壞關係 我們是需要 去留意我們的心是什麼 我們分享什麼 但這個識度的分享 是有幫助的 大家都留意我在廣道的時候 都周時講到我以往的經歷 怎樣影響我 後來我怎樣處理 這些就是我分享 那你就會令到你覺得 而牧師呢 不只是一個 在台上的一個人 你是很真實 覺得我是一個真實的什麼人 也都在我跟你相處 幫助你的時候 你知道我是一個怎樣的真實的人 因為我會把我自己的內心世界 分享出來 我和太太都是 她的東西 她又會告訴我 我有一點點東西 她一察覺到 我身體有什麼東西 我有什麼不舒服 我有什麼表情 甚至我急於去洗手間 她都會馬上察覺到 她馬上說你是不是很急 她很留意我每一件事 她又會回應我 她又會問我 但她問我 她又不是令我不開心 是我們一起去面對處理 這個就是溝通 在這個世界上 你有沒有人能夠 將你內心這些事情都分享 如果你沒有的話 你是沒有一個真正的朋友 你的朋友只是去到一個程度 至少在教會 我希望你找到一些朋友 都可以分享到某個程度 你有沒有發覺 你聽一個人分享的東西 聽得越多 當然不是說那個人經常訴苦 而是他說的話 都是說出他的內心世界 我們分享 不是要發洩 發洩別人未必喜歡 譬如說 哎呀那個人真是壞了 哎呀他這樣對我 你沒有聽到我這樣說話 你不會聽到我 哎呀以前那個人真是壞了 哎呀弄得我這麼辛苦 我不會用埋怨的口吻去分享 但我會說 我曾經真的在侍奉的時候 受過很大的壓力 受過傷害 心裏面受傷害 我只是說我自己 我沒有說他真是壞了 我不是去投訴 而我心中我真的不是去投訴他 我真的想祝福他 但我說出我的內心世界 即是我們說出我們內心裏面 有的行動 我看到些什麽 我看到你笑 其實人的眼睛是很特別的 人的眼睛是神所賜的一個禮物 我們的眼睛是表達感情 你見到人的眼睛的時候 他表達感情 我都很想見到你的眼睛 你的眼睛 我看到的時候我是開心的 我可以告訴別人 或者我認為一些東西 我看法 我為什麽這樣看法 我有什麽原因 我有什麽原因 有什麽看法 我為什麽信耶穌這樣信法 我為什麽會這樣 為什麽我相信我是寶貴的 還有我感覺 我身體的感受 對不起 我講錯了 這個是心靈的 即是開心 不開心 Glad, Sad, Mad, Afraid, Ashamed, Hurts 即是開心 憂傷 憤怒 羞恥 害怕 羞恥和內疚 或者受傷 受傷害 我知道 亦都可以在適當的時候分享 不要你一適當的人 馬上把你那些什麽都說出來 人家反而覺得有點害怕 為什麽會這樣呢 還有我想要什麽 想要什麽都是適當的 譬如我不會和你說 我想要一萬元 我想要一百萬元 這個不適合說 我亦都不適合和你們說 我想要我太太什麽 我想要別人的什麽 但我們是可以在適當的時候分享 我也很想發揮生命 當然我們分享我想的時候 不要只分享我自己想要得到的東西 我也想怎樣給神使用 我們分享出來 人家就明白我們 為什麽我講這個知覺論呢 你便會知覺自己 你便不再孤單 其實我們這個人是不斷改變的 我們每一個人是不斷改變的 你和你一年之前的你有沒有分別呢 有些人都是差不多的 有些人是在進步的 你知不知覺你有什麽進步 你知覺你有什麽進步 你有什麽需要進步 你知不知覺你的內心世界是怎麽樣的 當你知覺的時候 你的人沒有那麽孤單 因為你的內心是很豐富的 我們內心是很豐富的 然後我們和人溝通的時候 亦都聽到人的內心世界 是好像兩個人的接觸 認識到對方 為他而開心 聽到他的事開心 我們整個人 就會和他有一種結連 和他有一種友誼 有一種關係 這樣的時候 你就不會做一個孤單的人 其實在世上 會不會有一個人 一個人都沒有一個好朋友呢 其實我們這麽多機會 如果你真的 連一個好的朋友都沒有 就是說 可能我們和人相處的時候 的方法有錯 我們說話的方式 是令到人厭煩 令到人覺得很悶 或者控制性 當我們學習到這麽東西 我們就不會再是孤單 而是很充實 和任何人一起 譬如說 譬如任何一個 譬如有一次我去搭車 看到你們 我不會坐到你旁邊 不出聲的 我一定會和你聊天 我會了解一下你 有什麽地方 你發生什麽事 去祝福你 幫助你 就算那個人 不是我幫助的人 譬如是另一個牧師 我都會和他聊一下 聽一下他 說一下他的事奉 去了解一下他 這就是兩個人的 心靈的相通 這樣的時候 和那個人都 一段時間的相處 都能夠認識他這麽多 我們的生命 就不會是孤單 我們建立和人的良好關係 有四個部份 第一個是毀身 任何關係都有毀身 譬如你夫妻一定有毀身 不會噹噹噹就走了去 朋友也有毀身 不會失蹤了半年 都沒有溝通 即是每一種關係 即使教友 都有一種毀身 譬如有些教友都會和我說 我今天有什麽事 我回不來 我也多謝他們告訴我 這個就是一個毀身 因為他會毀身回來 不過他回不來 另外就是會有關愛和幫助 會關心對方 幫助對方 對方有病 會關心他 有些開心的事 我會開心 有什麽需要幫助 我一起去幫助他 又是親密 這個說到有溝通 信任 親切的關係 以及適當的身體接觸 即是說兩個人 是有溝通的 是有連接的 有信任的 有親切的關係 每一個人都有不同的親切的關係 我和太太的關係當然是親切 但我和你們相處的時候 聊天都會親切 不會好像三不識七 好像坐在一起 不知說什麽 有時有些人會這樣 和旁邊的人坐在一起 都不知說什麽 因為沒有親切的關係 當我們有親切關係 其實任何人來到這裏 我都一定和你們溝通 所以都會認識你們 所以和你們相處的時候 都會有親切的關係 適當的身體接觸 如果普通人 就可能握手 拍肩膊 那些 有些可以擁抱 太太夫妻 更加親密的身體接觸 還有有喜歡 有感情的 喜歡陪伴對方 會對對方笑的 有歡喜見到對方笑的 這個都是良好的關係 良好的關係 不像只是機械人 你做完你做的事 我做完我做的事 我告訴你 你又告訴我 但沒什麽表情 走錯 是會有笑的 會開心的 也有時會有些不開心 為什麽呢 因為他有些事發生 我們會不開心 或者對方有些不好的表現 我們都會不開心 都會被對方影響 不過我們 這個是輕度的影響 如果心度影響 我們發覺有心度影響 我們就需要處理 即是說 你和人的關係有沒有毀身呢 可能那個人不毀身 有些這樣的情況 他對兒子很好 不過兒子對他一點毀身都沒有 他就猛地毀身在兒子身上 他會有很大的失望 這就是我們衡量的 他是這樣的時候 我都愛他關心他 但我到底對他的毀身有多少 我在他身上的盼望有多少呢 其實應該是次序下 下面那裏先的 就是和他有溝通 有信任 有親切的關係 有身體的接觸 然後呢 去到第三 就是會關愛他 會幫助他 以及歡喜他 有感情的 夫妻有些 只是兩個人一起吃飯 一起睡覺 但沒有感情的 我們都求主幫我們 建立有感情的 即任何關係 都有這四個成分的時候 那個關係是會長久的 而很重要的是 我們說話 都會令到關係更加好 就是 恩典的說話 就像神的恩典給我們 我愛你 我關心你 我體重你 你是寶貴的 你是重要的 那麼 律法的說話 即是想他改的地方 都要說 不過柔和地說 探討 探討和引導 有些甚麼可以改善 怎樣改善溝通 有時需要教導 你覺得怎樣 我們可以溝通更加好 是不是我們坦誠 說出我們的東西 會更加好 其實過程有些教導 我們坦誠說出的問題 是不是會更加好 吩咐都有禮貌地 麻煩你幫我拿這件事 跟家人 我們可以不用次次都要說這麼多說話 但一樣要有個 就是多謝他的心 但是家人不代表不多謝 不過就 跟有些人 就是肯定是有分別的 譬如有些人你說 我知道很麻煩你 麻煩你幫我做這件事 跟家人都可以這樣說法的 不過是有一些分別 我其實都應該對家人 是更多的 多謝 指責也有時需要 就是你覺得你做這件事 有甚麼影響 有甚麼不好 這個都是我們可以 溫和地用詢問的方法 這樣就不會破壞關係 很多夫妻是怎樣 一結婚之後 就開始發脾氣 發脾氣 跟著關係不好 很多都是這樣 慢慢就越來越淡 其實在網上看很多的問題 YouTube的問題 就發覺那些人 初初很熱戀 跟著結婚 開始不喜歡對方 開始就有鬧交了 很多要求 很多鬧交 很多批評 跟著關係就破裂 這都是很多時候破壞的原因 好 我們這次就到這裏 這個主題 即是怎樣處理孤單感 而建立到和人的關係 是一件對我們非常重要的事 孤單感 你在前後環繞我們 這是討論問題 人們會有孤單感 孤單感有沒有令你覺得沉悶呢 這個可以在小組裏面 你們討論 分享 互相分享鼓勵 亦都可以在小組裏面 有一個人被輔導也行 那你會不會想找一些方法 減少你的孤單感呢 會不會令你有時失控去捉緊朋友 或者被娛樂控制呢 第二 無所不在的神 在信從神的人前後環繞他們 亦都按手祝福他們 我們討告的時候 亦都可以經歷神的安慰 就叫我們不至於孤單 你想不想經歷聖靈的同在得到安慰呢 即是神的同在是會帶給我們陪伴的 那你有沒有經歷過神的同在 能不能幫助你處理孤單感呢 在你親近神有沒有神的同在呢 你能不能夠從人際關係而處理孤單感呢 你在人際關係上有沒有困難呢 你能不能夠安全地自處呢 即是同神關係同人關係和自處 大家可以用這些討論問題 我們一起起床討告 聽我的天父我們多謝你 因為我們時時都有你一齊 我們有神萬事足 神永遠陪伴我們 我們有神就不需要覺得孤單 求主幫助我們 與你有親密的關係 不讓你影響 時時靠著耶穌 有神的陪伴 就有安全感 有平安的感覺 我們時時輕鬆做人 時時是平安的 時時是能夠自處的 也能夠跟人有好的關係 跟神有好的關係 主帮助我们 医治我们内心里面有孤单感 有失落感 有觉得被人遗弃的感觉 求主都帮助我们 医治我们 帮助我们面对我们内心世界 我们里面有什么问题 求主帮助我们 处理我们内心的问题 多谢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